欢迎去收看你的新闻 端午节期间中国各地都会举行热闹的龙州赛 江苏省的延城市一直由平均年龄50岁的女性组成的队伍 被当地的群众戏称为妈妈队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 各种应节活动在中国各地热烈展开 中国江苏省延城市也不例外 当地举办的华龙州比赛吸引了各阶层人士的热情参与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为一只高龄妇女小组 参与者为年龄约50岁的妇女们 被当地民众映称为妈妈小组 不少妇女早在一个月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每天参与约三小时的训练 尽管其他参与者其中不少年龄小与他们的儿女 该妇女小组却绝不气馁 在比赛中出尽全力以取得胜利的好成绩 现在同传竞技的这些好多运动员 比我们家小孩的年纪都还小 现在这个训练以后运动以后 感觉每天好像都很充满朝气 现在心态和同传竞技的那些年纪差不多吧 开始的反正是因为二胎了以后 就是跟他们一起锻炼身体 然后后来就逐渐逐渐的话 就发展成每天就是这样子 早晚都是训练 就是千方百计要挤出时间 尽量的就是说参加这个训练 珍惜这个就是说学习的机会 也怕自己给这个队伍拖后腿啊什么的 妇女小组认为华龙州为中国的传统赛事 需要国民们的尽力保护和热情参与 以确保比赛的代代传承 并发展光明正大的体育精神 为儿女们说理好朋友 每天都新闻中的报道 Segara